大家好 我是冰豆腐 大家好 我是JD 那今天呢 我們來跟各位開箱喔 我原本喔 因為這個原作的關係 差一點不想做的 那這一次呢 因為這個觀眾喔 實在是這個 太熱烈了 所以呢 雖然我現在內心是非常 我們依然跟各位做開箱 所以呢 我們就直接進到這個全開箱環境 那首先 第一個要跟各位開箱是 本次的G賞 這個經典時尚小吊式 那這一次他登場的款式總共是10款 那選角的部分呢 就是在原作的這個篇章裡面 一些比較登場的主要角色 那本次他的設計模式是走一個比較Q版的造型 那你看他上面的設計模式 一樣是用一個底色再加上浮雕的方式做上去 那我們挑的這一款 大概就是本篇章 算是串起的這個殘怨聖文 那整體我覺得設計風格上應該還蠻符合 這個女性觀眾的 那這個小豆腐是這一次我覺得做的 還算OK 那就算我們進下一款 好 那緊貼子要跟各位開箱是本次的F桑 那這F桑算是我們好久不見的這個資料夾組 這一次他登場的款式總共是8款 那一組裡面呢 就是有兩個 那登場的角色跟剛剛的這個G賞一樣 主要就是這個篇章的一些主角 那我個人其實還蠻喜歡他這一次的設計風格 像我們選的就是這個聖偶 角色的這個特寫圖去做他 然後原作裡面動畫的這個比例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有他在原作裡面的一些特寫圖 把它組合起來 那就有配合角色的主色調 那你看他後面的這個Logo設計啊 就有用聖偶的這個天逆 天逆褲還是天逆謀還是天逆什麼 整體的這個風格我覺得還算不錯 那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他是做這個資料夾 如果呢他可以做成紙板 然後或是之前喔有沒有 透明海報的話我覺得會更好 那接著就我們進下一款 好 那緊接著就是我們本次的這個E賞 那這一次這個E賞我覺得算是官方設計上最厲害 就是他推出這個 壓克力小力牌 那很多人就會想說 壓克力小力牌之前不是也有做過 為什麼會覺得很厲害 因為喔其實近期喔 我們慢慢的深入這個動漫圈之後 就會發現 這一次這一套一番賞 他最主要的受眾 應該就是在這個女性族群上面 所以他這一次我剛一路開過來啊 整體的設計風格 你看 就有別於我們之前別的這個動漫 他可能會做一些比較特效啊 或是帥氣的畫面 你看剛剛的這個聖兒 弄得很像那種時尚雜誌的感覺 那女生又是我覺得 所有人裡面最愛受眾小力牌 所以這一次他的E賞 有六個款式 然後光裡面男性角色就佔了五款 所以我覺得這個如果是 以女生受眾來說的話 抽到這個小力牌應該會蠻開心的 所以這一次這個E賞 我覺得也做得很不錯 那接著讓我們先下一款 那緊接著呢 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本次應該算大獎等級的D賞 那這一次他整體的設計尺寸 其實蠻大 那一樣的透過一個金屬 支撐的方式在左下角 讓你可以形成這個力牌的方式去做它 那這一次他的選圖呢 其實就原作裡面 這個篇章最多女生喜歡 他們在海邊戲水的這個服裝 所以呢這一次這個D賞 就我目前所知啊 在市面上的這個熱門程度 是還蠻高的 那今天就我們進公仔賞的部分 好 那首先呢 第一個要跟各位開箱 就是很多這個女性觀眾的新老公 我們的這個 殘怨聖 那這一次他的公仔賞配率還算不錯 三款都是各兩支 部分這一次是採用原作裡面 一個比較經典的姿勢 然後右手呢 就握著他這個招牌奏劇 那這一次他整體的設計模式 下面的底台 原先我在開箱的時候以為是黑色的 結果拿出來之後發現 你看他在底下 其實稍微在這個底台上 還有做出一些這個造型 那首先這一次角色的這個比例 我覺得是常規的景品 大概大一點 動作選擇上面比較有動態感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到 蠻多這種服裝上面 就有這種皺褶拉伸的感覺 下半身褲裝的部分呢 我覺得比較驚訝的地方是他一樣 在灰色的底色上 都稍微還有做出一些光影的噴塗 不至於來的這麼深陰 因為之前我記得咒術 蠻長在服裝的表現上 都會用比較單一的方式去呈現 就會給人家一種 很像景品的感覺 那至少在上色上有做到位 我覺得大家的接受度就會高一點 那接著來到上半身 這個聖耳登場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他那個壯碩的身軀 那因為他是這個什麼 天宇宙服 所以基本上沒有咒力 然後完全就是靠體術肉脫 所以他這個身材壯碩 就讓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首先大家從背部的地方看 這一次他走的是這種景深衣的感覺 所以針對這個肌肉的描繪上 我覺得算是我們開箱咒術裡面 公仔賞來說的話 做得最精細的 他針對背肌的這個切割感 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那正面的部分呢 以透過特寫畫面鏡頭去 看他連胸肌啊 腹肌甚至連側腹的地方 都把他還原出來 而且目前在這個肉體上面 也沒有看到 為人詬病的鬧 可能在肩膀會有交接線的問題 這一次整體做起來算是還蠻俐落的 那右手上的這一支咒劇 有沒有大家有發現 我一直在畢台 不要念他們 那這一次他整體的細節上面 你看他在說什麼顏色 是在這個鐵灰色的基礎底下 還會有一點點這種墨綠色的感覺 整體的質感我覺得是非常的好看 而且他這一次 針對你看像是前面劍柄的部分 是用這種電鍍色的上提去做他 所以整體的質感我覺得非常的不錯 那尾巴牽出來這條鐵鏈 他整體的這個飄逸感我覺得做得也很好 上面的顏色你仔細看 他也是有做特別反光的上色 整體那個摩殺的質感很好 那面部表情的部分 我覺得還原的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有把他原作裡面這種 比較凶邪的感覺做出來 那比較可惜的地方 大概就是他沒有針對這個 普遍的紋理做太多的描繪 所以整體上的那個凶爆的感覺 有稍微的就來小叉了一截 那接著就來到他身上的這一支 當武器庫的咒零 那他整體的細節我覺得做得也很好 他這種纏繞的感覺 就有把他那一截一截的那種類似 我起初看到的時候覺得他長像纏寶寶 所以他有把那一截一截 像是昆蟲的這種犬驅的感覺做出來 他的顏色我覺得上的也不錯 就有把一些層次紋理做出來 他這個面部的細節紋理做得很好 把那個嘴唇啊鼻頭啊 力氣感還原的是非常的噁心 這一次啊咒術往常來說 大家做公仔的細節是不是做得很鬼混 我就是把景品當一般賞賣 那以這次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也是有大幅度的進步 我近期有感受到萬代可能 有受到這個威脅 知道一般賞賣的不好 所以近期他的做工我覺得都進步很多 至少尺寸上 上色上甚至一些細節上 都還算OK 所以這一次這個C場來講的話 我覺得算是還蠻滿意的 那就好明明下一款 那接著呢要跟各位開箱的 也是我後來才發現 原來女粉也很多的這個 而且那個時候我們櫃台的小姐 剛剛就是下游節的狂粉 那那時候他就跟我強調喔 就是他喜歡的 是下游節 不是眷鎖 那這一次一樣他在底台的部分 有做上這種 類似咒術水墨風格去呈現他 那他所使用的主要色調 就是下游節代表的這個黃色 那上面的部分下游這一次喔 也是採用一個比較具有動態感的姿態 那整體上面其實細部的 皺褶的紋力 我覺得做的都可圈可點 那比較往常 大家會拿來跟一般場較勁的 大家就是藝術王者 但必須說這一次喔 他不是動態表現好之外 他有配合這一個 他整體的皺褶在上面 做出一些顏色的上漆 你可以看到針對下半身褲子的地方 藍色的底色上面呢 配上這種黑色的感覺 點綴在上面 整體的這個動態質感 就變得更上一層喔 上半身的部分 其實是衣裝的地方 如果呢 你們有去看 我開箱下游節的那一支短影片 就會發現 雖然藝術王者我給的分數還不錯 但有個眼見的觀眾很厲害 結果發現 我在泡麵蓋的部分呢 給的分數是更高 確實在角色的比例上面 為什麼大家很愛拿 藝術王者來做比較 就是你看他整體的 比例上 其實是差不多的 景品的部分 雖然針對這種學生服的 衣裝質感做的也還算OK 但你看他細節的上色 就是用比較單一的黑色去做他 光影的質感其實就有限 那來到這一支一番賞 你看他整體的底色 就是用這種深藍色的方式去做 再搭配上黑色啊 跟一些淺白色的方式刷上去 其實質感真的是完全不能比 這一次這個一番賞的部分 我覺得他的面部關聯度 算是近期我開箱過 下游的作品裡面最高的 有把他原作裡面的感覺呈現出來 而且動作也非常的經典 現在有沒有 他換出揍鈴的那個方式去呈現他 那針對一些頭髮的細節表現上 我覺得還算OK 所以呢 這一次這一組一番賞 我覺得如果你在像以前一樣 對他說直覺說 你就把精品拿來當一番賞賣的話 我覺得不難再這樣講 這一次他整體的設計風格上 我覺得是進步非常多 那就叫我們進下一口 好 那接著呢 要跟各位開箱 就是這一次這一套裡面 討論度最高的 五條老師 那這一次他就是還原原作裡面 那個經典的名場面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那這一次他為了還原這個名場面 就有透過這個支撐鏡的方式 把五條做成一個在半空中的感覺 那本次細節的質感上在A賞的部分 針對這個底色上面 除了有把紋理做出來之外呢 有使用黑色的方式去上出一些光影 那基本上的皺褶做得也不錯 那唯一一個我覺得比較特別 有吸引我目光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胯下的部分 所以我五條的這一包喔 擠在中間看起來 有吧 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注意到 但是這一包就是特別的大包 我也算是為了女粉磨福利啊 如果我們有講這一段的話 特寫畫面鏡頭戴不到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個五條老師喔 真的是死之意義上面的最強 那這台上半身的部分呢 因為他當初是被打敗 所以身上就有沾滿這個血跡 所以這一次在這個白腎上的底色上 就用這種類似血紅色的方式 上在上面 那整體的作畫質感跟印刷品質上 我覺得還算蠻不錯的 那底部的這個襯衫的服貼感啊 除了有把身形做出來之外 上面的皺褶我覺得做得也很好 那這個服裝後面向上飄動的感覺呢 就可以帶出這隻公仔 由上往下的這一個動作的飄逸感 那整體細節層上也不錯 而且呢 他沒有因為這個大範圍的關係 就忽略了他整體的上色 所以整體上面這一次 他的這個上色質感 我覺得是 比精品好 那面部表情的部分 我覺得這一次做的算還蠻帥的 又把他原作裡面的這個五官呈現出來 上面六眼的這個印刷 我覺得做的也非常漂亮 針對上面這些血跡的地方 我覺得做的也不錯 但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我印象中五條那個時候 在原作裡面的畫面 他那個臉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是覺得有點 好像半高潮來幹嘛有沒有 那種清新脫俗的感覺 那種有點 我覺得我不要做啦 我偏噁心啦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面部神情的部分 雖然還原度做得很好 是很帥的五條沒錯 但是沒有把他在原作裡面那種 微高潮的表情做出來 還差了一節 那除此之外其實其他細節 我覺得在A賞的部分做的就很好 那最後賞的部分 就是用電鍍色的方式去強化 那比較可惜的地方 他衣裝的部分 雖然這一次他的電鍍色上的很足喔 就是他除了這個外面的這個 藍色的衣裝的部分 有把電鍍色上好之外 他連裡面襯衫的底色 也有上上一層薄薄的珠光色 把他的反光質感做出來 往常來說這個地方很容易被漏掉 這一次官方算是給好給滿 但也因此他上面的這個血跡 就變成藍色的方式去呈現 那我個人呢 其實會比較喜歡 為了還原原作裡面那個感覺 如果這個電鍍色的中間 還是用血紅色的方式去呈現的話 我覺得感覺會來的更好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說他圓形很棒的地方 透過電鍍色的上漆之後 他整體的這個服裝質感 就更上一層樓 而且呢 你透過像是他在 袖口啊 或是一些上衣的細節上 除了電鍍色的底色上之外 他還是有做出一些漸層的上色 並不會像之前喔 來到電鍍漆就會變成單一的顏色去呈現 所以整體的光影質感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所以本次的A賞跟尾賞來說的話 我覺得並不會特別偏向哪一支比較好 就看你喜歡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這一次這一套一番賞 目前開箱下來 我給的評價真的是還算蠻高的 那就讓我們進結尾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本次針對 這一次大家敲完敲到破掉了 咒術迴戰 懷雨一折偏的這一番賞全開箱 那很多人會一直敲完主因喔 就是因為大家知道 咒術迴戰往常來說 他的作弓跟鬼滅是有得比的爛 所以大家其實是會蠻緊張說 這一次會不會整體他的細節呢 稍微就比較落賽一點 但必須老實講 這一次開箱我給的評價是非常正面 我是非常有體感的 可以感覺到近期官方在一番賞上面 尤其是在上色的部分 真的下非常多的苦情 已經不會看到太多 那種為人詬病的塑料陳情色 這一次不論是公仔整體的圓形細節上 如果你把它放在景品 一定是非常的高幹 之外 它上面針對一些細節的光影質感 我覺得噴圖上算是有畫龍點睛的感覺 這一次這一套一番賞 再加上它的小賞配置 算是蠻明確的 有命中它的主要TA 所以就我們影片上的這個時候 代理版應該已經開抽了 所以我就非常推薦各位粉絲 如果想跟原作裡面 比較有帶入感一點的話 這一次這一套一番賞 是非常推薦大家去抽的 那近期的一番賞 在這邊教大家一個 比較公認 算是健康的玩法 就是類似你今天看完這個動畫電影 感覺到說 非常的想要跟原作來互動一下 就會在這個紀念品店 有沒有掏出一點錢去買它 那你在紀念品店你會怎麼買 你不可以說我全部都要 有沒有 我們在紀念品店買的一定是譬如說 我很喜歡五條 那我可能就是花個 可能一千塊左右 然後買個我喜歡的這個小周邊這樣 所以呢你抽一番賞 心態是一模一樣 例如說你看完這個動畫感動 哎呦 再加上這個娛樂的過程 算一算 差不多就抽個一千 兩千 欸抽到公仔 就代表什麼 你跟這個公仔的緣分有到 你值得擁有 那如果就抽到小獎 那沒關係 我們就當在紀念品店逛一圈 剛好我們的預算 買一些我們想要的 至少 這個是你抱持著 跟原作互動的這個心情 買回來 因為那是承載我今天這個體驗的載體 所以你一番賞呢 如果你一直去檢視說 那個小壓克力牌不值錢 對不對 OK 那你當然就會很痛苦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抱持著 哎呦 我想要感受這個原作 給我的這個感動 然後我去這個試看的過程 呃 跳 由你自己的雙手 讓老天爺告訴你 你要收哪個紀念品 欸 是不是就不太一樣了 我覺得我講得好好 哈哈哈哈 我怎麼可以 把一番賞的價值講成這樣 好玩就好 那千萬不要上頭 一番賞上頭很痛苦 真的 你有時候 好想要好想要 一直戳不到 就好像你在紀念品店 一直買一直買 買回家 我跟你講 最後你會留下來就那一兩個 所以在這邊還是由衷的跟大家講 一番賞是很好玩的 但前提是 再好玩的東西都要謹慎 玩過頭的就不好玩 什麼東西剛剛好就好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記得按讚這影片 還有沒有什麼看法 大家好我們是粉腦之爵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掰掰 在非常的 homes 見一個階段 就可以到一庚